随着到新疆来滑雪的热度持续攀升 阿勒泰地区四大国际滑雪场陆续开板 在距离城市仅5公里的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 滑雪爱好者在雪道上急速飞驰 感受着人类滑雪起源地最有品质的雪资源 我滑雪有好几年了 对雪这个要求还是有一些标准的 在距离阿勒泰市区约一小时车程的 汉德嘎特蒙古族乡的敦德布拉克洞穴内 彩绘炎画上的一排小人清晰可见 他们脚踏毛皮滑雪板 手持雪杖 弯腰屈膝 背着猎物在风雪中驰骋的姿态 与现代滑雪如出一辙 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 这幅炎画的绘制时间 距今已有1.2万年甚至更早 2015年18个国家几十位专家学者 经过实地的考察和论证 达成了共识 夯实了人类滑雪起源 与中国新疆阿勒泰的国际地位 阿勒泰地处北纬45度黄金雪域线 天山山脉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区域 喇叭口的地形截流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 造就了当地丰富的降雪 以及壮美的自然景观 而吸引众多滑雪爱好者 到此滑雪的主要因素 是当地独一无二的天然焚雪 与普通雪相比 天然焚雪是指凝固和还没充分冰冻 变大就落在地面的雪颗粒 雪成颗粒状 含水量相对较低 质地比较松散干燥 捧在手里就像捧着雪白的面粉 并不像普通的雪那样 容易如虫团 冰雪基因深刻在阿勒泰地区每一位民众的骨子里 本土成长的滑雪教练乌拉利海拉提 也成为滑雪场上学员的抢手货 这是我在江青山工作的第五个学纪了 我自己也是本身非常热爱滑雪 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也感觉非常不错 还有就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收入 当地文旅部门为了使学友们玩得畅快 在火车站 机场 酒店 为游客开通一站式直达雪场的便利交通 免费寄存雪具等服务项目 接下来我们还计划积极申办 更多自治区级 国家级 乃至国际级冰雪赛事 不断提升知名度 努力将让阿勒泰打造成 世界级的冰雪旅游目的地